當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事 對今日很多的學生可能覺得不關自己的事 如果我們忘記了當年所發生的大屠殺 那我們今天就會再重複出現大屠殺 我們當年忘記了在天安門死的學生 今天我們香港的學生會在香港再死一次 當年在天安門死的學生是死在機關槍和坦克車的底下 今日香港的學生是死在洗腦教育、國歌法、23條、 國旗法、雨傘運動、魚蛋革命之類之下 八九年發生的事 有些人以為成為了過去 我們今天是不記得不需要知道不需要關心 我同意我們不需要外國 我同意這個國家和共產黨聯繫一齊的時候 我們是不需要外匯這個國家 我認為香港人是需要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當年八九年六月四日 在天安門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是鄧小平 今天2018年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是習近平 鄧小平和習近平一樣 甚至乎是變本加厲 我要跟所有老人家和年輕人講 如果老的一代和年輕的一代一起相牽合璧 去對抗這個當年習近平 今天習近平當年鄧小平這個政權 我們香港是不會有出路的 有些年輕人在這裡我特別講 如果年輕人認為這些是老爺的事我們不要管了 或者老爺認為年輕人根本不明白我們老爺 這樣兩邊永遠不能夠相牽合璧的時候 我們的抗爭運動是不會有將來的 這個是我今天一定要講的 今天在香港 記得六四的人可能越來越少 今天在香港可能有些學生 他認為我們顧著香港就行了 我們不要管大陸 這樣也是的 不需要外國 我們要守護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們不可以被這些大陸女人 下來法庭任意拍照 然後我們又懲處不到她 我們不可以每天一百五十個大陸人 下來香港 我們又守護不到我們的成活 我們不可以被二十多萬的大陸人 拿我們香港的車牌 然後下來駕車 駕到大陸都亂了 因為這個是香港和大陸人最大的 因為這個是香港和大陸人最大的 大位陸呼籲各位市民 六月四號 無論你是年青人 無論你認為我不需要去圍多利亞陸越的 你都要在自己的群體裡面 去發揮一套 你怎樣借助六四的天安門大陸山 去成為你抗爭的資源 如果 你和你身邊的人講六四的大陸山 是令到他們有共鳴 令到他們和你一起 是起來反抗共產黨 反抗獨裁暴政的 我們紀念六四就有意義了 明白嗎 各位無論是老人 或者是年輕人 就由我這個中野 中間野 中野去告訴你 好 唱歌 我今天來是唱歌的 我唱 五八歌